随着上期视频,黑光遇上了暴走的热狼,因为彤丽也与天然水开始战斗,虽然天然水是令人棘手的怪物,但是彤丽正好有着应对的装备,马上他的背包上走出了乐高血缘,放出了急速冷冻的呼吸,而天然水逐渐的冻出了冰块。 呵呵呵,找到你了,撤销哥! 彤丽就要封印住天然水,突然,一阵熟悉而在惩恨的声音喊道,你竟然敢问我淤泥水母的人烧成这样。 那件事,彤丽在之前借责瓦钢马时,做打扮的虎机怪人,淤泥水母。 在当时,彤丽发现普通的物理攻击是对他无效的。彤丽一边使用燃油,注入了淤泥水母的体内,然后点燃了他,便离开了。 彤丽在当时没想到,这样也没能杀死他。而现在,出去在野心的淤泥水母,体内也混合着不少燃油。 我可是很记仇的,我要杀了你。 嗯,死成难道。现在我可为功夫和你折腾,彤丽是忙着冰冻天然水,没有时间再对付他。 此等报仇的好机会,淤泥水母当然不会放过彤丽。 但是,淤泥水母正要出手之际,天然水被冻住了一团,突然震开了冰块。 遗到水柱,射想了淤泥水母。 这时彤丽和淤泥水母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,干什么? 在转眼间,淤泥水母提到的油和水分都被吸走。 彤丽发现,冰冻的效率越来越低,这时反应过来了。 天然水吸收淤泥水母的真正目的,是为了燃油。 彤丽知道,油的凝固点比水更低,这就让自己不容易被冻结。 马上,淤泥水母已被吸干倒地。 吸收的油的天然水,已经变成了一团黑色的,有水和油的混合液体。 同时,天然水的体内也不太适合食人鱼的生存。 食人鱼被全部排出体外,居然能想到这么机制的应对方法。 彤丽没想到,像这种没有大脑和神经的液体生物,居然能做到这种地步。 突然间,天然水射出了一道水油混合攻击。 彤丽震惊之余,没能完全躲开。 大腿被视穿,同时,背上的乐高雪人也被打散。 爱倒在,那迷一样的强大。 同地意识到,现在的自己已经输了。 在赶往灌烟结会的路上, 杰隆斯正查看着驱动骑士所收起的情报。 之前,杰隆斯遭遇了龙骑怪人, 好几,并被其秒杀,以及对战蜈蜈蚣长老。 杰隆斯明白,龙骑的怪人是非常麻烦的存在。 杰隆斯认为,在S级英雄当中, 能够支撑打本龙骑怪人的恐怕就只有龙卷和King。 在驱动骑士的资料里, 有着观音机会所有干部的信息, 因为显示着黑色精子可以进行自由分裂个体, 而且每个个体都有不错的战斗力流浪体, 可以使用神秘的光能量来引发巨大的爆炸, 但身体能力是普通级别。 牙蚁有着无限的食欲, 而且有着可以咬碎重型机器设备的咬合力。 它的胃似乎永远填不完。 邪恶、天然水,对于敌意和憎恶等负面性虚, 会产生反应的液态生命体, 可以吸收水分,增加体积,使用水枪攻击, 丑陋大总统,有着强大的肉体和暴力的性格。 可以看穿对手的弱点,用暴力和咒骂来摧毁对手的身心, 养他大的波齐,敏捷,并且可以迅速捕捉猎物, 但是容易被强者驯服。 放弱时,会突出了面杆摧毁周围,大炯眼, 使用压道性的超能力来领压对手。 怪人,王大蛇,怪人协会的首领, 可以操纵触角攻击敌人,怪人细胞由他产生, 变得如此众多龙击怪人,却容斯感到非常棘手。 但是,转另一向,既然奇遇老师也曾染了。 那么,这些怪人,也有可能已经被奇遇老师全部干掉了。 这边! 是这边! 在同一个地方,都绕了四圈了,迷路就直说嘛。 此时,奇遇老师还在闪光的带领下, 准备直接去找,早已经被自己消灭。 但自己却不知前的怪人,王大蛇, 跟着闪光道圈,老师不由得叫停了闪光, 但闪光神人已经迷路了, 但闪光的性格哪会服输,当闻到奇遇。 那么你知道怎么走吗? 奇遇只能无量地表示,自己也是个怒痴。 闪光转身表示,既然如此, 那么他们可以利用下一个遇到的怪人, 让怪人把他们引到怪人王的巢穴不就好了吗? 而奇遇对此不太放心,问道,既然其他英雄也在, 那为什么不直接联系他们呢? 闪光雷金思爪,马上回来道, 我把通讯器丢,现在不用,我不需要帮手。 实际上,傲娇的闪光不想透露自己的通讯器已经丢了, 而虽然这里没办法联系到其他S级英雄, 但闪光对奇遇说道,那些S级英雄也不会轻易被打败的, 因为他们不是,随随便便也就会学习S级的, 说吧,奇遇和闪光两个路时继续赶路。 英雄学后的英雄等级,最开始只涉及到ABC三个等级, 排名主要是根据讨伐怪人的战绩,战斗能力, 社会功勤度以及大众人气来定的, 则当时并不是只要强大就可以升到A级, 还需要根据这场表现来频繁, 所以即使是自身没有强大的力量, 但如果在其他地方有良好活跃的表现的话, 也是可以升级的。 这种精神模式确定之后, 因为每周都会更新排名情况, 所以进行激烈,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以上, 但之后,英雄学会发现了, 在众论英雄之中, 还有只能够单杀, 学好几个等级高的英雄, 联合才能击败的轨迹怪人的存在, 而且,这些英雄不可思议的, 不在乎自己的排名, 他们往往是那些, 想极限升级自己排名的英雄们, 提前去进攻怪人, 而全部战败后, 才会出现, 面对怪人成功击败。 但现实的是, 这些人已经将被常驻于高等级的英雄, 所以应该光芒, 面对这种情况, 协会想到了, 这样很可能会埋没这些强者的残忍, 所以协会决定, 将这些有了特殊战斗能力, 单人就相当于一个师团军队能力的英雄, 先设立一个英雄等级, 那便是S级英雄。 之后, 虽然也有很多人抱着辉煌疼大的野心, 要做职业英雄, 但是, 他们的最终目标, 不过是A级的顶段, 而并非S级, 因为, 对这些人来说, 他们都有一个共识, 那就是S级英雄的力量, 远超常理, 打破了常规, 这便是, 通往强者之路的英雄们的敬畏之行, 而且, 他们认为, 这位崇拜和敬略者的S级英雄, 是无论如何, 都不会被动摇的存在。 但这次, 对象观影协会, 同为大卫王的朱神, 不敌龙极怪人, 牙银。 在云中外里, 朱神被打破了画面之后, 紧急着就是, 世界名画了, 所以很明显, 下一画, 就要出现传说中的, 重制版的世界名画了。 别帮我看笔了, 大叔。